我问你个问题 嗯 说吧 你有发现 熊大有操纵其他公司股票的行为吗 据我所知 没有 怎么 不会是 赵氏集团的股票被操纵了吗 没有 怎么可能啊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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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 喝酒喝酒 这个呢 鹿眼 你们怎么看 好啊 人多 热闹 林霄 你认为呢 鹿眼 一来是没有什么新意 第二 不利于散播 而且来看活动的人 也没有几个真正想买车的 也不利于传播我们文化精神 那你说怎么做 微电影 大家认为怎么样 我们之前想过了 但是那个费用太高了你知道吗 不谈制作 光是演员的经费我们的预算就不够 演员好说呀 我们可以发动排选 从白领到大学各个阶层 这个过程也就是宣传 不错 其他人赞成吗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 现在的选秀节目 一般的关注度都非常高 好 那你让企划部尽快出一份计划书 好的 谢谢大家 赵总 这是重新整理出来的报告 放下吧 别想喝歌 谢谢赵总 我会更努力的 那我先出去了 去吧 等一下 把这些文件看了 学学别人怎么做 给你三天时间 看完之后给我写报告 又要写 这么多 出去把门带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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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快看快看 和我们赵总比起来 简直有过之而不及啊 对啊 好帅啊 好帅啊 薇薇 好帅啊 来给你送东西啊 上次我给你送裙子啊 上次我不是把你的裙子 喂 送我求你啊 你行行好行啊 你不要影响我同事工作好不好 赵总 我让你做的工作做完了吗 我正准备呢 现在去做 去吧 ika 我不会 是我 这样 你 可以 吃 你 拿 你这泡妞 胖到我这儿来了 她不一样吗 那进去坐一会儿 改天吧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这万一大家误会我跟那个赵震南 有什么不明不白的 我说不清啊 你怕什么呀 他们只是嫉妒你的天生丽质 都是出来混的 谁还没经历过流言蜚语啊 你有那个老板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我就说话就一下八卦嘛 你这个呀 就是书上说的 从灰姑娘变成白雪公主的故事 你们那个老板呀肯定 那个 那个是什么 你别跟我装 当然是有意思了呀 你肯定是感觉到了什么 你就赶紧承认吧 他那个人对谁都一样好不好 继续看电视 我回去睡觉了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好梦 我去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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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继续看电视 你能给你了 我去门了 我去门了 你这个门了 我去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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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想看对不对 这还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买的 现在的孩子都穿什么呀 真是的 我给他买的衣服一件都不穿 全是自己买的 我的儿啊 长大了也不让我省心 别再给他收拾了 反正他也不回来 不回来也得收拾啊 他是我儿子嘛 我跟你说 老玲 你看我刚才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收拾出了我父亲的旧衣服 这个毛衣 还是他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的 我亲手织的 我记得那会儿 我刚刚学会织毛衣 这袖子织的一个长一个短的 那会儿我哥哥看见了天天对我说 哎呀 妹妹 妹妹 给我也吃一件吧 是啊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对了 过两天就是爹的记日了 记着啊 让凌晓务必回来 老玲 你说他们那边的人能来吗 这团圆饭我都不记得是哪年哪月吃的了 好 今天我非常高兴啊 大家伙不但记住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还专门过来为我过这个生日 这才叫团团圆圆 和和美美啊 所以呢 我就利用今天这个我的生日呢 宣布一个决定 以后啊 每年的八月十五 我们都要放下手头的工作 聚在一起 和和美美 团团圆圆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我们就干一杯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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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来 来 好 干杯 好 好 好 梅怀 帮你去压高手喝点 今天高兴 建国 我敬你一杯吧 来 我们一块祝爸生日快乐 好好好 爸 生日快乐 祝爷爷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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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啊 来 来 吃啊 多吃点啊 小心啊 别烫着 又吓人啊 尝尝 好吃吗 吓人啊 我可真吃了不少 吃来吃去 都没有你做的好吃 那是 人家年轻人 现在都说什么 要想留住老公的人 先得留住老公的胃 你说我要是 没有这两把刷子 我能让你跟我过一辈子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年轻的时候 还不如找个厨师呢 那厨师得赢我漂亮才行啊 再说我儿子也爱吃我做的饭呢 你看什么生鸡汤啊 萝卜烧牛腩 从小我给他一做一大锅 一吃一大碗 爱吃着 那倒是 你说咱们家孩子呀 什么都好 就是工作上的事 总跟我聚 总跟我作对 了 还是儿子 你是老子 你得引导他 慢慢地跟他沟通 你一上来就让他又干这个 又干那个 人受不了 现在人都说什么压力山大 你就是压力大 你懂吗 这样吧 你让儿子回家吃个饭 你就跟他说 让他高兴 以后他想干什么 我不干涉他了 真的啊 老头子想开了啊 来赏你个虾仁吃 好好好 好的 斯密达 你现在韩剧看多了 还会洋词了 志南 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 你看了没有 爸 我正想跟你说呢 我发现我们公司 有个神秘股东 他从来没搂过面 而且 他正悄悄收购 咱们公司散户手上的物票 我知道 不用担心 他的手上 不过有两三个点 这个你不用顾着 做生意要有格局 也光放长远 多留意一下 行业其他企业的动向 可是爸 我只想知道 在我回国之前 你有留意刀吗 没有 我想 对方应该是刚出手 那 刚出手的话 他也会有长期布局啊 不用怕 这种事情 我见多 志南 现在你也不用着急 因为对方在暗处 我们还分不清敌我 也许是公司内部的人 所以 你一定要理清公司的人事关系 分清敌我 好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好 志南 我会尽快回国的 不要有任何故事 大胆地干 放心吧 爸 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信你 这么多吃的 你待会儿零食什么的 都跟人家分着吃啊 然后 买了这些速冻的食品 妈妈给你放到冰箱里面 我跟你说啊 有很多啊 你看你这个冰箱里 除了可乐什么都没有 给你买了云吞 有这个 粽子 有馄饨 妈 我说你买这么多东西 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啊 你又不跟我们一起生活 你说我能不担心你吗 我告诉你 全世界担心你的 就只有你爸你妈 知道吗 你说你4S店上班 有那么忙吗 真的有那么忙吗 没那么忙 每天回来 就随便煮点什么吃就行了 再说了 我这一回家吃饭 老爸比你还啰嗦呢 我啰嗦了吗 还老干涉我生活 有吗 有干涉你生活吗 只要你能回家陪我吃饭 我就不干涉你的生活 请问您什么时候回家陪我吃饭呢 明天晚上我回去吃饭吧 真的 真的 真是太好了 我决定不开始你的生活了 我走了 妈 我送你 你还要送我啊 你这么爱我呀 我当然爱你 好儿子 记得明天早点回来 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算是领教了 这么多好吃的 我给你吃了啊 随便吃 你把桌上的那些 全都吃完了 我才成心呢 不过吃啊 冰箱里面还有 好 你妈妈考虑得也太周全了吧 这都替你准备好了 你拿去用 不太好吧 你妈妈给你准备的 我可不能替你享受这份母爱 没关系啊 我妈这是母爱泛滥 我晕点给你 我说哥们儿 你说你妈妈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就不接受呢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知道吗 你懂什么啊 我妈这叫攻心计 她就是想让我回家 受他们的束缚 换作是你的话 你会中计吗 攻心计 我还美人计呢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帮忙 像你爸一个人在公司 肯定忙不过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觉得你不回去也挺好的 你不回去的话 我才能享受到这些美食嘛 再说了 房租我还得一个人叫 早啊 早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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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朗 早啊 吃早餐啊 咖啡 酸明治 太不够意思了吧 林肖 这是我的早餐 泡面归你了 不是 林肖 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你把刚刚吃了一口的泡面 给我吃啊 怎么 你还嫌弃我是吧 赶紧吃吧 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陈总 走 嗯 走 陈总 走 走 你不如来 导臨 你不吃了 你不吃了 我拿着 你不吃了 你不吃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还不错 挺好 你说你离开家是为了更好地磨练自己 可是这么小的环境 能真正得到锻炼吗 董事长 公司有人找 好 请他进来 请 董事长 孟童啊 你找我有事啊 采购部那边有一份加急的文件 需要你马上签署一下 好 跟我到书房来吧 对了 凌霄 正好我也考验考验你 一块儿来吧 董事长 这是文件 好 林霄啊 来 过来坐 爸爸眼镜落在客厅了 你帮爸爸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啊 哦 没问题是吧 提爸爸签了 这 董事长 您要不要再看一下文件 哦 林霄看过来就行了 他呀 从小就帮我审查合约 来吧 签了 老林啊 饭做好了 吃饭了 好 好 签完了 好 辛苦你了啊 走吧 咱们一块儿去吃饭吧 过来吃饭了 这么快就把饭做完了 儿子 过来吃饭 妈 这么丰盛啊 来 孟头 坐坐坐 董事长 我先回公司一趟 有份加急文件要送 哪有能干完的活啊 来来来 就是 该什么也得把饭吃吧 赶紧坐下 吃完饭再说 对对对 坐坐坐 妈 看起来好香啊 儿子 来 虾 你爱吃的 谢谢妈 孟头啊 你和林霄啊 年龄相当 成长的环境也差不多 但是你知道 我欣赏你那一点吗 就是你刚刚回国 就知道去一家大公司 去锻炼锻炼 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有一点我不大懂啊 林霄啊 你放着这么好的环境 不好好地在自己家去锻炼锻炼 非要跑去给别人打鼓 如果你跟老爸在一起觉得别扭 那也可以 老爸旗下有很多分公司 你可以去那儿锻炼吗 我接个电话 吃饭呢 你说这想做什么呀 喂 嗯 好的 我马上过来 公司还有点事情 你们先吃吧 那也得吃完饭再走啊 儿子 你吃完饭再走啊 你 董事长 我去找他 孟头啊 你吃你的 你吃你的 你吃吧 哎 走了吧 又走了吧 你怎么答应我的 你不是说儿子的事 你再也不管了吗 我好说歹说 把他弄回来吃顿饭 你看看 又给说走了 连顿团圆饭都吃不了 行了 吃你的饭吧 好 走 凌桑 董事长不是有心的 你别误会他 我没有误会他 我跟他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这点你放心 是不是我打扰到你们一家人了 孟头 你理解错了 我爸怎么说我 我都无所谓 我知道他是想激励我 但我是真的有事 才离开了 那就好 恐怕我是不能完成 我爸的心愿了 我只希望 你能够帮他管理好熊大 我爸看中的人 绝对没有问题 这点你放心 我会尽力的 那你先进去吧 拜拜 再见 可是没有资金的话 我们如何把海选的事情宣传出去呢 这个你放心 我们的会员就有一万多个 关注我们公众号的粉丝 就有十多万 另外还有我们的官网 光凭我们自己的媒体 覆盖面就已经足够了 对 只要胜出者 能得到一定的报酬 相信不会找不到人 找人不难 就怕找不到人 怎么说 如果我们这个选拔 很容易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失去了宣传的效果 我认为这个选拔 要层层递进 每个环节 都要丰富有趣 就要把我们的品牌的理念 和特性植入进去 要吸引那些 不是很懂车 但是有实际购买力的人 游戏怎么样 好想 灵霄 就按你的思路来吧 好 那我先列个提纲 你们来帮我丰富细节 我出去一下 我出去一下 终于搞定了 我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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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